日本汉牛受洗烧 记者杨万云摄影 分享日本汉牛解禁 老饕争香尝鲜 让过去独领风骚的澳洲汉牛有些失宠 也形成日本澳洲汉牛大对决的情况 日本澳洲汉牛饲养方式不同 影响油花占比 不只吃起来的口感不同 连带影响料理手法有差异 价位更是差很大 两者相较下 日本汉牛比且澳洲汉牛可贵上一 五倍 日本汉牛九月解禁输入台湾 第一波由金华酒店起来登等引进宫崎牛 近日有第二波日本汉牛引进台湾 除了干杯集团黑毛屋开卖宫崎牛受洗烧 涮涮过外 美孚饭店也端出日本三大和牛之一的神户牛 规划铁板烧牛排等料理 准备大举进攻市场 然而也有业者主打澳洲汉牛 像是教父牛排以新手法料理的代骨 澳洲酒汉牛乐眼牛排 经过熟成21天后 再用冰封制烤手法 利用急速降温高温制烤程序 带出牛排本身香细 形成外酥内嫩的口感 以此吸引涛客青睐 美孚国际指出日本汉牛与澳洲汉牛饲养方式不同 影响牛汁油花分布 前者大多数使用圈羊骨饲 油花占比较高 后者则是前期以放牧草饲 后期骨饲肥育其采圈羊方式 相较纯骨饲的油花占比较低 美孚饭店进一步表示 也因为日本汉牛油花占比较高 因此肉质吃起来较为软嫩 色泽也不比澳洲汉牛来的红 日本汉牛与澳洲汉牛的料理方式也不同 牛排较富 但有鬼以牛排为例表示 日本汉牛肉质甜度高 加上油脂丰富 因此切制一到一 五公分烤较为适合 而且烤法简单 用炭火烤即可烤出日本汉牛的特殊香气 但澳洲汉牛最少可切到4公分 搭配特殊冰封高温炙烧手法 带出浓郁的牛肉香气 此外 日本汉牛甲味叫澳洲汉牛贵 美孚国际指出 若以日本汉牛中最贵的神户牛为例 神户牛A5等级沙朗或乐眼 100公克1350元 澳洲汉牛12级沙朗或乐眼 100公克790元 价差将近两倍 干杯集团则表示 黑毛屋 日本汉牛套餐约1200元左右 叫澳洲汉牛贵衣 5倍主厨等有鬼 中以带鼓澳洲酒及澳洲汉牛乐眼 多到创新工序的手法 经熟成冰封最后再进行制考 记者程一华摄影分享